马克和尤美体验了上海的地铁 不过世界上线路最长的上海地铁 其实只是摩都交通的冰山一角 上海作为中国交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它拥有几乎所有现代的交通方式 公交、地铁、飞机、火车和中国手条磁悬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摩都交通体验中国速度 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红桥枢纽作为世界最大功能最复杂的空路一体化交通大枢纽 获得了八方来客的瞩目 在红桥枢纽 无论你是乘飞机抵达还是搭高铁抵达 都可以方便地换乘地铁、公交车、出租车或者磁悬浮列车 步行距离200米左右 步行时间不超过5分钟 每天在红桥枢纽约有120万人次的人流量 三分之一为铁路旅客 日均能实现40万人次的换乘 后车大厅能容纳1万名旅客 与红桥火车站步行5分钟距离的红桥机场T2航站楼 每天超过6万名乘客抵达 除了承载能力外 速度也是中国交通的一大亮点 目前中国高铁最高速度可以达到350千米每小时 上海磁悬浮列车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到430千米每小时 从上海到北京大约1318千米 乘坐高铁只需要4个多小时 而预计在2020年底下线的高速磁浮列车将把速度进一步提升到2小时 中国的交通网络正在大步向朝发西智迈进 城际交通的大发展也带动了室内交通的进步 摩都上海已经形成了地上地下多维立体交通网络 上海目前有17条地铁线 连接起超过700千米的地铁里程 居世界首位 每天超过1000万人次涌入地铁 地铁已经成为了上海公共交通的主力军 德国人阿福是中国微博红人 他作为一名上海女婿 曾经体验过一天坐遍17条地铁线要花多少钱 你能猜猜结果吗 他只花了3块钱 其实上海的室内交通地铁公交也非常便宜且便利 尤其针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非高峰时段 免票的福利 不过曾经的出行方式也在不断被新的出行方式替代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滴滴打车等日益发展 摩都正在以不断发展的面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摩都交通 中国速度 你感受如何 第二讲就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下次课再见